要想进行核酸检测 第一步就是要对患者进行鼻烟柿子采样 我现在就是在火石山医院检验科的样本交接专用通道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负责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 正在与检验室的检验人员正在进行样本的交接 这个箱子里面现在装的就是我们要再检测的烟柿子的标本 现在我要把这个烟柿子标本运送到实验室 然后进行一个灭活处理 跟着样本我们来到了核酸检测实验室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采用的一个是负压系统 核酸提取的第一步就是检测人员把样本放入到我旁边的水域锅内 进行一个56度30分钟的杀毒操作 第二步就是在我旁边的生活安全柜内进行一个核酸提取的操作 在这里也是离病毒最近感染风险最大的地方 我们想用了速度快复制效果好的一种核酸提取方法 能够在进展的时间内提取出高纯度的核酸样本 如果这个病人由于他的核酸质量不好 造成这个核酸检测 他没有被刹查出来 如果让这样的病人出院的话 很有可能对这个疫情的防控造成很大的影响 完成核酸提取之后 接下来检测人员会使用加样枪 进行核酸模板以及PCR反应液的加样工作 我们这一步最关键的是防止样本间的交叉污染 因为样本间隔只有一毫米左右 我们又穿着三级防务服 所以我们在加的时候万分小心 确保万物一失 在我旁边的就是核酸检测最关键的一器 荧光定量PCR1 检测人员会根据实验的反应条件 来编辑程序设定参数 三条扩张曲线代表阳性 两条扩张曲线代表可疑 一条扩张曲线代表阴性 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进行判读和审核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报到医院的信息系统 目前虎神山检测科 每天都能完成200例左右的核酸检测任务 完全满足的临床需要 达到提高的床位周转率